就像泥巴 已经准备了44年 一生都用来准备选总统 宋楚瑜贯彻不放弃的精神 从2000年到2020年大选 算一算也历经了20年 当年出生的宝宝们 现在都已经可以投票了 楚瑜跟张昭雄先生 能够顺利的当选 连宋陈局开创新局 宋楚瑜林瑞雄报到 宋楚瑜正式参选 我们都是看宋伯伯选大 就小时候看电视 他就出来选 然后后来国中他也出来选 高中他也出来选 然后现在读大学 他也要出来选 看着宋楚瑜选到大 每个阶段都有他相伴 而选到老同时转到老 算算一张选票 30元选举补助款 不把魏达领取标准的算进来 从1994年选省长的1.4亿元 2000年的总统大选1.3亿 到搭档角逐副总统 还有最近的2016年大选 宋楚瑜一路以来 前前后后进账了4.2亿元 已经年纪一大把了 然后还可以出来继续参选 我是觉得蛮有毅力的啦 他把这个作为人生目标 也是很好的 有童年的回忆 童年的回忆 一直选选不停 如今再挥军进攻2020 宋楚瑜还没选上 先荣登台湾最有毅力的总统参选人 记者彭宇德成为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